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的直击中国又开始妄议中央 这期我们讨论一个非常热点的事情 就是香港的两个港独议员 比撤销议员的身份 引起整个香港的混动 游行示威 各种专家学者写文章 北京也要做了强烈的一些行为 比方说人大施法 还有香港的两个法院进行裁决 所以这个问题越搞越大 而且被预示着未来港独势力 在香港未来的利用 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再一个就是说 我们以前一直谈的张德江 中联办 他的角色以后会怎么演化 梁振英 未来的特首能不能当成 还有陈鲍 他也还能继续扮演他的角色 所以我们集中来讨论一下 这两个议员呢 去撤职的事情 首先呢 就是说我们看到一些 对他们这两个议员的一些负面的看法 就是他们辛辛苦苦呢 竞选上议员 每个人都获得了将近六万张选票 但是竞选是非常辛苦的 但是他们呢 成功了之后呢 在这个立法会有一个宣誓的一个仪式 这个誓词呢 主要是就是强调 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 承认这个香港金门法 他们把这两个呢 基本上没念 然后呢 拿了一个就是香港不是中国的一个棋子 在这个宣誓的过程中给拿出来了 有个还批在这个身上呢 所以这个事情呢 最后导致这个人党释法 后来香港法院来判决 很多人认为就是他们两个人呢 没有政治智慧 太年轻了 有智慧的人是怎么样 我可以先忍让 然后进入立法局 然后我再施加我的政治报复 这才是政治家的做法 这个就是批判他们两个人的呢 也是很多的 但是更多的人呢 来支持他们 就觉得你 中央仅仅是因为这样一个 宣誓的这个诗词 动作的不规范的这个问题 就把他们两个给开除 给撤职了 那实际上是非常的霸道的 因为真的一个议员的当选 是人们通过选票给他选上 选上的那一刻 他就是这个议员 撤销他也是要老百姓 那些选民说了算 顶多的话就是在这个国会里面 立法局里面 他们通过这个投票 再往来决定撤销他这个职位 而不是你这个人大 通过一个司法 或者说法院 做一个判决 就把他们给撤了 所以这两个人呢 现在变成一个媒体万针珠目的一个焦点 首先我问一个问题就是说 赵岩先生就是这个 这两个议员呢 他们在这个念这个宣誓誓词的时候 做的那些动作 你觉得作秀呢 还是这个 他是一种眼光表达自由呢 第一个问题就是 首先他做议员来讲 跟普通的人不一样 你选上了 你选上了以后 你应该有一个 规范的 按照议员的标准去行为自己 当然了你自己的思想是什么呢 那是另外一个话 我倒是觉得在那一刻 没必要去 去这个 展现一种形式上的东西 就是你刚才说的 更多的是应该注重 因为劳性选你主要是维权 维护他们自己的权利和那个利益 你把这两方面做到了 你就是这个 一个完美的意愿 因为议员嘛 你是代表别人 而不是代表自己 你代表别人 展现自己的这个 风采的时候 你更多的是应该考虑别人 而不是自己 这才是议员 跟普通人不一样的 当然的话说回来 那个 我觉得那个北京的 那个主动去施法 那个用那个 清华大学那个 教授那个 王志明的观点说 我们现在回归了十多年了 我们才施法了五次 这个人我也是同意 过去也是我同意 这个就完全没有必要 你主动是什么法 香港有法院 有立法会 你一国两制前提 这个不是香港不能解决的问题 它完全可以自己解决 你主动是法 就显示你自己成不住记者 是吧 我觉得这个主动是法 是没有必要的 完全没有必要 那么在这个 他们这个行为出现以后 以梁振英和张晓明为首的 因为他们知道六中全会以后 中央会对他们有一个 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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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作 他们就为了保护自己 要把这个事大肆地宣认 开动所有的机器 来宣认这件事 有多么多么严重 中央是坚决不同意的 中央是谁 还不说 是习 还是张 我估计张的可能性 是更多 更大的 因为他借这个机会 说 港多势力如果要壮大 那就是 又是什么 爱国主义又受影响了 祖国统一又受影响了 他们说 无限的上纲上线 把这个事儿弄得 那个 沸沸洋洋 沸沸洋洋 让人家带 本来这个事儿 事情并不是很大的 并不是很大的 它怎么表现是 它能不能代表人民来说真话 表达他们的心情 这是它最重要的 而不是其他 因为你这个国家 你再怎么扔 你是要 人民的心声 能不能表达出来 才是预言的 所应该最应有的 这个 本质 和行为 所以呢 我就说 我说这个 当然这两个孩子 我觉得 也不是很成熟 相对年轻一点 年轻人 容易冲动 容易冲动 可能对过去的一些事情 不太了解 但是 就是你说的那点 你进了议会以后 你该表现的东西 你去表现 是吧 在这点上 他们俩应该学谁 学长毛 香港有一个 梁国雄 我也很熟 对 长毛就在这点上 就是做到的这个 进退啊 非常有张法 进退非常自如 这是 长毛今年也六十了吧 这就是年轻人 应该向这个人学习 他既没有放弃自己的原则 对 也没有把自己所表现的东西超越于 给他授权的那个老百姓和民众的范围 没有超越 他展现的非常好 因为在香港我待了三年多 也经常 经常看到他 这个 无论你将他表达也吧 将他表演也吧 反正我觉得长毛表现的非常好 还有一个刘孟雄也是 刘孟雄也是 刘孟雄原来还有全国政协委员的 他们在这些处理这些问题 就没有像他们这样激烈 当然年轻人有年轻人激烈的出发点 我们今天不说这个事 我是觉得 作为全国人大这个主动释法 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对 现在呢就是说 我觉得这两个孩子呢 确实有政治上不成熟的 但是呢 一个是他们 就是靠这个港独啊 赢得这个民心的 赢得选票的 他们是今年新政的 去主张 香港自决嘛 所以他觉得 他这种行为 也是跟他的 最初作为这个 竞选者啊 那个政治表达是一样的 这个最关键是 他们没有考虑到后果这么严重 但是这个后果这么严重 是综合的因素 他们就是认为 就是我在那表达一下 因为我已经是议员了嘛 人们投票 那我就 我就获胜选了 我就是议员了 他没想到就是说 后面还有人大司法 还有法院判决 把他们给开除的 所以他们这样一种 并不是太 富有政治智慧的 这个行为啊 就是找着这么 惨重的一个后果啊 他们是没被考虑到的 但是呢 从一个民主自由的角度来说啊 就是该捍卫他们的 还是捍卫他们 就是说 因为 最关键是他人家 已经选上了是议员 他的议会里的一切都是应该 受法律保护的 对 并不能因为你这个 试词出现一些问题 或者一些行为不当 就是 可能有些批评 但是你不能把人家给开了 给撤了 这个就是说 完全是张德江他们这些人呢 瞎搞的 他张德江 刚才你说了 张德江中联队 包括三四万人去围这个立法会 要求坚决承受 这也都是中联办直接策划 他们这些人呢 就是在这个 刘春全会之后 他们的这个关于呢 肯定不差 所以他们现在 借这个港独的事情呢 在这个闹事 而且把这么小的一个事情呢 扩大 这个就是巨星破测 这个你是讲的这个 非常清楚的 有个权力斗争的这个 味道在的 但是现在就是说 他们还想把这个富翁潮啊 再继续进一步的退 再除了这个 这两个议员之外 还又拿出了十两个议员 所以是他们在这个试词上 也是这个不符合标准 也要调查 所以你就看到 以后这个立法局啊 这些反对这个北京政权的这些议员 无论民主党 还是这个港独等 你们只要有些言辞不公呢 他肯定会挑一些毛病 然后再这个施法 然后再搞什么名堂出来 所以这个香港的局势 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当然人大施法 这个是非常的过分的一个事情 但是张德江他们这个 完全是那种 张北韩 北韩式那种作风啊 对对对对对 他这个显示就是 中央直接干涉香港的这个内政 这根本不是一国两制 这是一国一致 当时是香港的法院还没有判决 还没有受理的情况下 他就搞一个施法 施法的内容而且非常直接 就是说因为宣誓这个不符合标准 就因为特效他们的议员的这个资格 那太过分了 对 然后后来这个香港的法院判决 那实际上因为有那个 这个人大施法那个最高的法律的渊源 他已经给你否定了 所以他的法院肯定也会这样 现在他们两个人在上诉 上诉肯定没用 而且花很多钱 要花400个万 比刚才已经赔了400个万 就第一审 现在如果再一个网上 还有更多的钱 但基本上是没用的 因为他人大施法的错 各级法院都会遵守人大 这个还要花钱去上诉 因为第一次的话他们 他们是一个行政诉讼吗 第一次行政诉讼 第一次行政诉讼 因为他们输了他们 输了之后 他要把港府的律师费他摇套 自己的律师费摇套 政府要收老百姓钱 这就是400万 你老百姓的老百姓 香港我又想说 香港这个法律是非常落后 非常非常的腐败的一个法律 因为这个东西全是打不起官司 你看政府告老百姓 输了官司 还要老百姓去付 这完全是没有道理 你这保护一种 他妈的权贵嘛 是不是 是不是 你这梁振英雄是个什么东西 他自己贪了5000多万 完了上届的立法会议员 包括梁公雄他们 要让梁振公署介入 那马上将他们干涉 完了建制派的议员就反对 不能查 这个不能查 5000多万港币 不能查 你现在反过来 小孩就是说错了话 有点行为稍微过急 你就起诉人家 还要让人拿这个律师费 你这个法律不是非常落后 香港它有繁荣意的面 但是在法律方面 是非常落后的 我在那看三年 真的是穷人打不起官司 你当然去申请 王赵国的儿子跟那个 中铁公司的代表在外边打官司 他把人钱都抢了 北京账号两个亿都给封掉了 傅政华都给封掉了 他在香港没有任何钱去应塑 到那一申请 说你是上市公司老板 你没钱谁信呢 他确实没钱 那就没办法 让王赵国的儿子 已经摊掉了 跟胡锦涛的人 已经摊降了几百亿人钱 让他掏出来 所以香港的法律 你说香港繁荣吧 真的是他的法律是非常落后 我感觉就不像美国这样好 美国你有钱没钱 只要你想打官司 你觉得你就自己冤屈 那你就找律师好了 律师有的是愿意风险代理的 可以帮助你打官司 我觉得香港在法律上 在这一点 连大陆的框架都不如 大陆至少你公民代理制还有 经法院批准还可以 包括风险 风险代理 律师不收钱 可以打官司 在香港 你不收他钱 你去打官司 律师要抓起来的 而且这个小律师 跟大律师的关系 事务性律师 和大律师的关系 那大律师 简直牛的就不行了 所有的案子 都是小律师 帮他研究完了 给他放到那儿 他最后过两遍 他是上台说的 而且那个大律师 他还不死 没有这个位置 小律师永远变不成大律师 小律师变成大律师 还有大律师做在一起 开会研究 这个给谁 那个给谁 所以很奇怪的一个 就是英国 英国后来 为什么被美国超过了 其中包括 我觉得 他的法律制度 是非常落后 美国为什么先进 就是因为他的法律制度 首先 宪法制高无上 那么 宪法下面 下位法 搞得也 也都是非常先进的 所以他200年 超过了所有的国家 跟他的法律政治 法律制度 设计的先进 设计的合理 设计的科学 是有直接关系的 我还不知道 这两个孩子 还输了四百多万港币 对 梁静英这臭个要点 他弄五千多万 完了现在 还好意思 把人两个孩子 你把人预言整 没了就行了 还要收这个钱 所以这个香港 也有 也有真的 香港 不仅是中国 大陆腐败高官 在那儿藏着 把钱都藏在香港 通向 也有他的法律制度 不合理的地方 应该彻底的改革 向美国学习 向美国的法律制度学习 美国的话 它保护了个平民 保护了个人权 对呀 它的法律是倾向有个平民 你没权的话 有法律的救济 对呀 香港是这样一个问题 它是从英国流传下来的 法律制度 对呀 它表现上 表面上看 好像是有一些司法的独立 所以香港的市民 一般对法律 还是比较相信的 你比方说 这次人大司法的时候 成千上万人 他相信 我觉得他相信法律 跟法律的先进和落后 那不是一回事 是是 相信法律是好事 但这个法是恶法的话 你还相信呢 这是很麻烦的事 它就是一个很恶的一个法律 但是香港人受这个殖民 英国的殖民法律体系之后 他们一种养成一种习惯 对法律还是比较尊重的 你看比方说 这次人大司法 成千上万人去抗议 但是这个法庭裁决 这两个人 这两个港独议员 他们撤了之后 反应不是那么太大的 因为这个人大司法呢 是你中央直接干涉 违反一部两制起来了 但是法院裁决了之后 一部分人 他们就认为这个法院是对的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对香港市民的法律意识和辞职 也是很差 是不错的 但是他们尊重法律精神是很好的 但是他现在所拥有的这个法律制度 是非常腐败的 对 港民就是香港市民 有尊重法律的这个习惯 传统 而且呢 在以前的话 香港的法律很不错 还能保持中立 你看比方说 这个占中运动的时候 后来那些很多的那些 就他也给无罪释放啊 你就看到 如果是中国的法院 定做的也是很轻 很轻啊 他确实有一定的独立行政 他也不是因为中央要求 他就给你加行 但现在问题就变了 一个是他们对整个司法界的统战很厉害 很多的大法官 法官就请到北京去 请到这个中国去玩 一条龙服务 然后你全都给洗脑了 然后你整个法律界都变质了 这个是他人大常委直接释法之后 你其他的这个法院呢 你也要听那个他的话 全面的改变 而且那个 刚才你说那个技术性的一些问题 收费那么高 对啊 不照一个老百姓 他们那个400万是怎么来的 他们自己打官司 的话 请律师啊 他要花个这200万 然后那个南正一 政府啊打官司 他们花了200万 最后你输了的人 你不承担 对啊 我这个法院在香港 就是 他拖一个 那边大律师说 我今天牙疼 他这一牙疼 完了这律师费都算时间了 弄得我那个朋友 不仅没有钱了 而且还得借钱 借钱了 还是那边又牙 屁股又疼 他还是不给你开听 就非常 非常的这个 非常的不好 这个法律制度 我在那看了三年 大家都非常清楚 是胡锦涛的儿子 令杰华加傅哲华 这三个人 包括丁淑苗 在里头 在里头 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 把这个 把这个 商势公司四家财产 就全都抢没了 看得非常清楚 但是 但是有一条 香港的警察 警察还是 他们那个尊重法律的心 跟这个 还是不完全一样 跟大陆外面不一样 就是 他们 当他们发现 胡锦涛 给人家通过公安部 发了一个通缉令 明明是一个民事经济上的问题 发了一个拐卖妇女儿童 他知道这是错误的 他马上 在审查了四十多天以后 得出一个结论 他没有 他没有拐卖妇女儿童 那么的 虽然这个 公安部把人的护照 什么都吊销了 但是 他们并不抓人 他说 这个人没有办法 那我们就不抓 导致了这个 傅正华也 出了丑了在香港 但是 出丑了有什么 大陆 我还是他该当公安副 公安部副部长 还是副部长 是吧 虽然另一句话抓了 但是并没有说 另一句话 帮胡锦涛儿子抢钱 帮了王大国儿子抢钱 这些黑暗的事 还在大陆 都没有揭露开来 我们只能在海外揭露 在海外说 对 现在这样 曾经 香港的法律制度 还是比较完善的 有它的独立性的 但是香港市民 他不知道 现在已经彻底变折了 变得很危险 对 他们现在还有很多幻想 包括这两个 一男一女 梁啊 油啊 这两个议员 他们知道 现在还在司法领域 在党算上 其实司法 靠它既赔钱 又最后没有好结果 到现在他们还要 再去上诉 上诉肯定没用 还要再继续赔钱 就是说 他们整个香港市民 包括这些港独议员 都对香港的司法制度 还心从幻想 这个就是非常错误的 我始终想写一遍 香港的法律制度有多浮起 非常糟糕 但是始终没有动比 那通过这个案子 更加的证实了 香港的这个法律制度是浮起了 我觉得呢 就是说 现在这两个议员呢 要超过这个法律之外 再寻求一些办法 因为现在的话 他们撤了之后 确实也彻底撤了 你如果再上诉 做话也没用 那这法律制度是什么 街头抗争啊 然后你每个人都是 将近六万张选票 你要动员你的选区的这个选民 来抗争这个 呃 大家要赔很多的钱 但是讲测已经不一样了 对 原来你抗争你进入议会 你那时候忍一下会儿 进入了议会以后 你是在议会框架之内去抗争 你现在又把自己转换到街头去了 你跟完全你所求的那个方向是不一样的 这是他逼着让他回到街头啊 因为呢 现在法院又颁布了一个禁制令 禁制令就是你不能靠近那个立法院 你进来都不让你进来 像一个禁制令啊 我觉得 所以逼着他去 如果香港法院应该是公正的话 给张亚明也下一个 给张亚明也下一个 对 所以他就导致不能够回到这个街头抗争 所以街头抗争呢 是他们这个唯一的出路 而且刚才你说的就是说这个 他们进到立法局啊 去做些事情 实际上中共现在不仅对这个司法制度 香港的破坏 而且对这个立法也是很大的破坏 刚才讲的就是不仅 那么多建制派的成员在里头 建制派的成员 那一个是他不仅要把这两个开除了 还有12个他要等待着他 一个一个要收拾你啊 所以以后这个立法局 这个体制内的这个 反对这个中央的这个 重要的一个战场也会丢失的 所以你对立法司法全都完了之后 那就非常惨 那就是这种只能街头的抗争 云武抗争 云武抗争的时代带来 就肯定会到来的 会掀起更大分歧应用的一个 对 战中更大的浪潮可能就要新的来的 对对对 但是我现在要问你呢 就是说这个中央啊 就是你一直认为这个习近平跟张德江啊 在对港政策上是不一样的 我在香港看是不一样的 那你觉得习近平应该如何处理 这两个港东议员的事情 问题是这个领导小组权力还踏平打出来 他现在虽然叫核心 因为你没有核心的权力 你才希望自己是核心 那希望跟达到这个目的和结果 不能说我今天喊了我是核心 明天我就是一定是核心 是不是 也可能你今天喊核心 明天后头还有一群人 是吧 新的核心把他弄回去 如果他真的是核心 张耀明不应该把这个 跟港澳领导协调小组的问题 这个组长交给他们 应该交给他们 是吧 像美国一样的总统 我一个总统 所有的内阁 所有的这个委员会 国家全委员会 都他一个人说了算了 是吧 我觉得 习近平头脑清楚的话 不应该因为这两个孩子的表现 青年人员的表现 这些过激 而对张晓明和张德江 这种放任 因为这俩是 用你的话说张北韩 完全是这个 很粗暴的 法西斯的 专制粗暴的 法西斯的这一套东西 一个在香港 任意的这个释放 来不来就释法 来不来就释法 你释什么法 人家有法源 人家有基本法 是不是 你按基本法去弄就行了 所以我觉得他应该 在这个问题上 有一个清晰的想法 不能因此而对 张德江手软 该拿下的时候 就一定要拿下 不能让他这个 借这个事 又重新地 猖狂起来 包括张晓明 还有这个港澳办 这一套班子 导致了 像刘元栋 这娘们拍马屁 租车也不懂 完了就去弄租改 你看这弄的 都是弄些不懂外行的人 完了在这弄香港的问题 你根本就不知道资本主义是什么 一国两制资本主义是什么 要不团出身 要不就租出身 就会六七拍马 别不会干 要不就杀人 拿锥子拿着枪杀人 就会干这个 别跟他们会什么 什么都不会 这些人必须 无什么换思想的问题 让他们赶紧该去哪 这个你这个观点 我也是非常赞同 尤其是在这个 港澳两个医院 被撤这个事件之前 实际上 中央的一件 已经很明显了 战刀将军连办 这个系列是要撤的 因为城邦不断的发文 实际是代表这个 其合心的发生的 在现在这个港澳 这个事情一出现之后 他们把这个局势给扭转了 这个联名 梁振英 本来肯定会下台的 好像有一固这个气象 好像他要连任了 所以整个就是说 这个气象是很糟糕的 就是说 应该这个 习近平啊 他们应该这个 不能因为这个事件 而改变对 战刀将 中联办 但这一 以前的那个方案 不能改变 盖撤还是要撤腰 重新换一套班子 但是 因为他不撤 他不换 他有机会 那就不是在香港反击 在北京 同样可以反击 对 不过西平这个人 他对这个独立运动 他是不怎么欧软的 你比方说这个台湾的问题 最近他不是见魂秀珠吗 他就说了一句话 就是说 对待台独啊 我们如果 我们如果不处理的话 人民不答应 我们不处理的话 我们就会被推翻 所以你就看到他 处理这个独立运动 还是非常强硬的 所以说这一点 他可能跟你一见不一样 他可能要把张德江这个系列给赶了 习近平 但是他如果换另外一套班子的话 说不定更加强硬 对港独势力 你怎么看 那我们上期好像说到这个热米亚的事 那如果现在王乐泉 张德泉被调走了 按理这个逻辑 那热米亚的事 不仅是这个江族的问题 那就干脆我钱也不给你 我把你人在海外枪灭了 就完了 所以我们现在 不能凭着这个某一件事 去判断他整个处理问题的未来是什么 还是要综合的来看 至少是他在对香港问题的发生上 发生上 一国两制不能怎样 不能变形 这是他说过的话 我没看他说过的话 要听他说过的话 那香港的问题应该是三个必须 最后一个必须 是这个坚持一国两制的实践 那你这个实践到底是什么 我想他这么说 他说他是跟张德江有不同的想法和同位做法 当然了 你让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去同意说 我这个国家有一种声音说 你这不太好 我这个要跟你分开 我立马举手表态 说你这想法太好了 我支持你 我看任何一个国家总统的根本人 也很难这样做 当然了 不管你的意志是什么 你说我不愿意跟你分开 我就不让你分开 这个东西不由他 这个东西有历史的规律 当你这个制度不好 你必然解体的时候 你不想分开也要分开 是不是 当你这个东西好 像美国 这个东西都好 墨西哥哥们挤破脑袋都能往这跑 川普说愿愿弄强 他川普能弄强 我相信墨西哥人 他一定会挖地道 接着往美国跑 地道 就是你这好吗 你好了 你弄好了 我就不必跑了 那 作为个体是这样 作为一个地区区也是这样 你说你 你说你新兵台湾 包括香港 他为什么有个港独 港独不是你战争弄出来的吗 你对人家 不给人家的权利 人家是 要民主的权利 你不给 那怎么办 那我就要独立 台主也是如此 人家在这儿过的民主生活 好好的 好好的 你非要弄个太阳花出来 开放一下 福茂 福茂 大陆人都过来 你大陆人过去 一天台湾就这么大个地上 你全过去 把台湾岛一下子裁成了 不用了 那你都扯进去了 所以我说你 重要的是 要调整好 你自己的 一国两制肯定不行 无论台湾 还是香港 还是我们 一定要一国一致 这个一致 不是你社会主义方向 张贝涵这个方向 拿假假票 去护了人民的方向 而是 民主自由 给人民 真的把权利还给人家 因为这个权利 是天赋人权 我觉得 他应该在这方面 多做文章 我记得过去 他曾经 那他过去曾经说过 因为胡锦涛说过 新三民主义 但是关键的那个 是权为民所收的一遍 他不说 那习近平没上台之前 在做这个国家副主席 和常务书记的时候 做接班人的时候 他高调地喊出了 这个权利是民所收 当然他现在画这个东西不多了 说这个话东西不多了 但是他现在说出心 出心是什么 当年共产党打国民党的时候 他是举着民主的大旗 出心也不能少了这个 所以我说 在未来 你如果不想让港独 和台独的势力做大 你只有在研究 一国一制 这个权为民所收 这个 因为事实上香港的 战中的问题是 权利到底是民所收 还官所收 按照张德江的 八三耀和刘延东的 这个白批书 就是官所收的权利 做一个假的 骗着你 蒙蒙你八道 香港人不上这个当 不像大陆缺乏这方面知识 当然你不是说大陆人 不要这个权利 是不是 你也不敢要 你要抓出来 所以在这方面多做 港独和台独 才会自然的消退出 这个观点我跟你一样 就是对付这个 张德江他们这个 治港的这个系列人 他们这个 粗暴的做法 这个一国一制 是专制的一国一制 对呀 就一个早就抛到 这个历史垃圾队里 而且就骗了 包括这次 对待两个 反共议员的做法 非常的粗暴的野蛮 对 这个完全应该抛弃掉 这个我们是要支持 这两个港独议员的 不论他以后才去这个 司法的程序 还是勇武抗争的方式 我们要关注一些 要支持的 但是有一点 我们还是一直有这个分歧 就是他习近平 他到底他对这个 分裂失礼 就是他们认为的 还有港独啊 他到底一个什么看法 当然你刚才提了这个 热比亚的这个事情 我提了他对这个 台独的最近的这个 深思历劫的一个 恐涉吧 这样一个事情 就是说 对习近平呢 可能我们还要再看看 尤其是对这个香港的这个问题的话 对 除了这个人民的抗争之外 如果中央的政策 能改变那也是最好的 尤其是把这个张德嘉 中联办 张晓明 还有这个 南正一这个系列 那个如果铲除 早一点把这个 属于这个 习近平的这批 这个治港的人马 到了之后 我们再看看 有没有一个 更好的一个香港 这个局面的一个出现 所以我们还要继续 听其言观其行 是是是 不管他总说 关键可能怎么做 对对对 好 听众朋友 我们这一期 有关香港议员必撤的话题 今天就谈到这里 妄议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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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妄议香港的中央 和北京的中央 要之后事如何 且进下回分解 再见 再见